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把我这样的一个行走江湖多年的老江湖都黑了一条 到底还有啥是要求啊 我们看着都晓得了吗 我是看到琼瑶的爱情小说长大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爱情就像琼瑶的小说里面一样 能够令人声望 能够甜蜜 能够幸福 因为我那个人都是个很爱美的人 所以我没办法跟一个不太美的人在一起生活 我不但要内在美 还要外心美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个身体也好 很强壮的人 爱运动的人 身体好 体力好 耐力好 我说的啥子 我想你明给明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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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蕴蓝家边 我叫李春 大家好 我叫李春 今年53岁 香港人 现在在开网店做大米生意 大概一个一个三四千的收入吧 就三年的时候去深圳 也挣了不少钱 投资去铺尔茶 股票 多得很的投资去挣 自己亏了不少 去年才从深圳回来 反正现在 哎呀 钱多嘛 有钱多的国法 钱少啊 有钱少的活法 自己心态嘛 尤其是区域平稳啊 哎呀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想找个老板 我的爱好很多 一个是摄影 我因为是以前深圳市摄影家协会的作品 还有一个就是户外 去那些爬山啊 去刷那些啊 另外就是羽毛球 羽毛球大概是一个星期打三场或四场不等 虽然现在我53岁了哈 但是我的精神状态的话就是 呃 十三 呃 差不多年轻十岁吧 说到才艺啊 听说你有一副好嗓子哦 嗯 还行 啊 还行是吧 哎哟 低调色话有累很哦 是之前有过这个演唱这方面的一些经历是吧 嗯 是的 因为毕竟到40多岁了嘛 对吧 我相信你的心态很年轻 但是毕竟经历呢 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痕迹 我想知道现在的你跟20多岁的时候的你 择偶的要求还是一样的吗 嗯 我感觉我的心态就跟20几岁的时候的心态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 没什么改变 当然说我 因为我是个很爱美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对象也是一个比较美一点的哈 嗯 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长得就是很帅很帅的那种 最起码就是要很有教养啊 看起来让你觉得很舒服哈 对 就像你这么干净就行了 哎呀 还好就这样去把脸洗干净的 对另一半的身体还有一些要求 对他的身体 要像小伙子一样帅 帅 要像小伙子一样身体好 对 喜欢那种身强力壮 希望他是一个猛男 好 我们给你介绍个脑头 是哦 我不太喜欢脑头 身体那个样子就得看起来 感觉有点胜 有点胜 What 这个年纪其实男性身材保持得好的话 就说明他生活当中还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 好 那我们不说两个多了 我们估计认识一下 哦 要对 嗨 哈喽 比较符合我的要求吗 这个男嘉宾呢 他喜欢拍照 我也喜欢拍照 所以他那个爱好我觉得还比较符合我的心意 你大哥你是跟那个江大师介绍的个人啊 我叫李川 现在五三了是大堆口的 嗯 现在在住在大堆口 你五三了啥意思 五三岁了啥 年龄啊 你五十三岁了啊 哎呦喂 看不出来耶 五强有五十三的人 看起来还是新年轻 而且看起来是白白金银 干净还是干净 哎呀 这个头发比我还黑 让我那种三十多岁的人情何于堪 这头发是有很多白金银 对啊 对啊 我比他还白 对啊 我比他还白 李大哥 这个永保青春的奥秘是什么 也没有 这是该吃该随随 这喜欢运动 哦 喜欢运动 哎 问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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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你的手 其实呢 刚刚我跟那个江姐聊天的时候 我也了解他他对另一半的要求 就希望对方身体好 哎 希望找一个猛男 我看李大哥 是很有猛男的潜质的 而且能干嘛 李大哥居然是猛男 你就把江姐背起走去 过去嘛 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天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疼 哈 哈哈哈哈哈 他腰跳下来了 哈哈 我也拍到心了哦 还可以 等一下 眼睛似不住的时候 没有 差不多 我问一下你的自由要求 然后我喜欢高高瘦瘦的男人 看起干干净净的 然后谈吐 举止那些 很舒服看起来 感觉到很有教养 因为我是个很爱美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对方也是个 也是个比较美的人 健康一点 身强力装一点 爱做服务运动肯定是最好了 要锻炼身体肯定是最好了 希望他身强力装一点 来的好一点 面对先 面对 起码在重庆也有套房子 我父母的房子也走 现在外面垫房子住 现在也连住房子现在拿着销 连住房啥子 这种是一个几十块钱的 你们当时另外买套房子 移椅子住房子住了是吗 住了 什么 他移椅子住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条件 也实在是太别了 实话实说 最起码你应该有套房子 房子都没得了还是不得行 我的黑暗的要求 我也不一定要他自己有他房子 跟父母住 要有父母的房子 能作为他的房子都行 就起码你不能住房子的了点 肯定不行 说起年过半百 在重庆却没有一套住房的原因 李先生也是瞬间激动起来 我们地方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老太生病的时候 对刚才是我们老太 第三年住的 对刚才他就拿钥匙 把门开了的话 柜子也开了的话 把我妈以前的东西 包括我们外公那些东西 全部一货 把他回家去 然后再打电话给我说 喊我回来 要喊我鼓得去给钱 回来的话 哪个人 我说我们地方怎么还坏啊 有时候说出话了 而且一个爱 讲脏话的人跟我再说 我觉得还丢着 比如说脏话的东西 我是一会儿可以注意到 就是有点没问题的 房子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郑阳王 关桥店情感顾问飞涛 我们的女嘉宾和男嘉宾 是没有牵手成功 这里有一首歌 想送给我们的女嘉宾 她就是梦醒失分 现在为什么要把这首歌 送给她呢 因为我觉得她一直是怀着 一颗少女心在生活 也是怀着少女心来相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女嘉宾前后的这种矛盾 之前说好了 我只想要一个帅哥 我只想要跟一个颜值高 然后有内涵 怎么怎么样的人在一起 但是当听到人家 没有房子的时候 态度有个好惊人的转变 其实我是理解女嘉宾 那种少女心的 因为有时候 我也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再想一想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吗 我觉得我只有二十六七岁 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一种惶惑 但是进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 我会提醒我自己的年龄在哪里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女嘉宾怀穿少女心来相亲 我觉得真的不是太合时宜 有时候中年妇女的少女心 我们体现在 我想买个粉红水杯 我想买个粉红拖鞋 还是真的是挺可爱的 可是相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遇到很大的难点 实话实说 我们中国现在 目前的婚恋环境当中 45岁的女性 可能你的对象层次 是在55岁到60岁的男性之间 去选择 为什么呢 但凡是经济条件好 长得还好的 40岁到50岁之间的男士 他们的择偶对象 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 去选择的 所以我觉得女嘉宾 你在挑别人的时候 别人其实也在挑你 我不说这种现象它合理 但是它客观存在 梦醒时分会觉得残酷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的 毕竟这么多年的生活阅历 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收获 你自己也说 你觉得现在 比原来更美更漂亮了 那么可能你需要醒悟到的 就是梦醒时分 并没有少年在等你 尽管我们相信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有轻他肯定的 谢谢大家